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鬼王陈卫民日前上台是台湾名人堂接手装访, 曾因婚姻走上法庭甚至坐牢的他, 面对入狱服行淡淡地说我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, 当时不觉得低潮,只说最懒就这样。 他透露,不再相信女人,不再接触女人。 不过他也澄清,不是不相信爱情, 是不相信自己会有爱情。 所以他沉迷于其重机,极由得到平静与自由, 受访时他不忌讳地说,除了当下要把生活过好之外, 唯一期待的是死亡,因好奇的事已好奇完了, 只有死亡是我最想体会的。 而目前住在加拿大的儿子,大学念的是电影相关科系, 非常希望有机会担任幕后人员,身为人妇的他, 也很愿意帮助他进入演艺圈。 在演艺圈闯荡近三十年,陈卫民因反应快, 效果好,成为综艺节目协星代表, 但他将自己定位为演员, 不管媒体或外界怎么看我, 我就是演员,综艺节目也是表演, 演什么我当然要想什么。 该节目于26日晚上10点在台式新闻台播出。 陈卫民,又,接受主播侯乃荣访问。 台式提供。